周年的特别策划 将和许可一起来走进恒电动词 好了 三位嘉宾介绍给大家 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陈敏 还有来自混沌天城资管投资部的 总经理雨立 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许可 三位晚上好 那这一时段包括快手抖音 还有我们微信平台的朋友 和我们及时的互动 刚才也提到了 今天指数全天是震荡上行 创业版指数上涨超过1% 个股是跌多涨少 涨幅超过9%的个股超过了40家 那下午之后呢 我们看到情绪是有所回暖 板块上呢 医药疫苗出现反弹 昨天大涨的光伏 还有风电 医美等板块 现在是出现了一个分化 半导体高位次的一些个股 应该说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跳水 资金持续的轮动 白酒板块再度走强 新能源汽车板块 午后时加强 包括冷链 军工 还有国产软件 锂电池 券商等板块 是出现了一个轮动的拉升 两市合计成交在7,096亿的水平 北向资金呢 今天是小幅 净卖出3.5亿元 这个整个的状态就是这样 那其实陈老师 大家在上周五市场下跌 昨天整个市场 似乎有起稳状态之下 对今天是有所期盼的 今天这个整个走出来的这个状态 算是主线清晰了吗 算是稳住阵脚了吗 完全说稳住阵脚 我觉得还不能下结论 那我的结论是说 这个市场基本上 还是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 然后就向下下跌的空间不太大 或者说相对比较有限 为什么是这么个结论呢 就是我们这么说吧 这个我一直有个观点 就12月份现在唯一 造成市场涨波动的原因 是因为相对资金偏激 那么你刚才说上周五下跌 当然上周五突然一下子 莫名其妙地跌 有一些特别一些大票 突然地跳水嘛 很多 然后我流行到那天的利率 回购利率是 也是突然地飙升 从正常的基本上 大概2.3的水平 上周五是一下子飙到了 2.8的水平 然后指数是跌的 昨天开始回购利率往下回 今天呢 基本上回到了正常的 2.3左右的这个水平之上 那也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从 简单从资金角度去解释的话 我认为可能上周五的资金 可能有点短缺 那么造成了市场的跌得比较快 OK 然后接着这样的一个思路的话 这个从现在到月底 还有十几个 十二个吧 大概十二个交易日 那这段时间里边 应该是资金相对 还是相对可能偏紧一点 相对偏紧啊 但是我认为可能 不会紧到什么的程度 然后通常来讲 到了一月份以后 资金就会一下子 就会宽松很多嘛 所以说在这十几 极高意识当中呢 我觉得你让市场 一下子扭头向上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难度啊 有一点难度 但是往下跌的空间是很小的 为什么呢 总的来讲 现在的这个如果按照月份来分 十二月份 年底往往是资金相对偏紧的 但是偏紧的程度 从现在来看不厉害 这是一个 所以说不至于说出现 由于资金的问题 一下子跌得很多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从市场的角度来讲 成交量现在缩得非常快嘛 这个大盘这个整个的量 今天又回到三千亿 可能到明天 可能三千亿就不到了 那么这就意味着 整个市场往下跌的空间 也会有限 所以说从总体而言 我还是维持原先的观点 十二月份跌下来 就应该是一个 比较理想的买入的机会 这个观点我是不变的 那另外还考虑到说 这段时间指数下跌下来 跟全中股有关系 对吧 和周期股也有关系 因为周期股突然回调 这家全中股 而走到现在为止 你可以看到 银行基本上哪来哪去了 除了几个领头的 什么招行 这个平安 新业 除了此外 大多数银行 已经回到了起涨点 房地产 基本上多数也回到了起涨点 这样的话 也意味着指数下跌不大 所以我的观点还是 十二月份还是依然是 跌下来战略性买入的 这个时间点 至于跌到多少 或者调到多少时间 我觉得就不重要了 人家说在十二月份 您总觉得 我们所说的东藏东储 也还是这个季节 今年没有任何变化 那许可 我们来看看整个市场 到目前为止 尤其是今天 像新能源品种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 一些就是白酒 在盘面当中的 这种持续表现 包括医美 一些持续的表现 让大家觉得 是不是这种结构 就非常清晰了 因为它就是强者很强 而且它的逻辑在加强 包括可能引入的 吸引的资金 也在加强 那么是不是 就是一个名牌了 我觉得这不能说名牌 反而我觉得 可能是暗藏杀鸡的一种 抱小团 怎么解释呢 其实我们知道 今年整个主线是三条 科技医药和消费 在目前就是 咱们国内疫情控制 非常不错的情况下 医药这一条主线 明年的那个 大家一致预期 就明年一定不会好 所以说基本上就是 目前的公募 基本上分两个阵营 一个是消费阵营 一个是那个科技阵营 然后现在应该来说 因为马上到了那个年末了 那非常那个重要的一个 就是公募金的排名 所以说现在就是 从报大团 就是报那个食品饮料的大团 变成那些就是开始 因为就刚刚 像刚程老师说的资金偏景 所以说开始从那个食品饮料 报到这个强化白酒 因为白酒是食品饮料的一个标杆 只要把这个白酒的估值 给维护住了 至少食品饮料 它这些不会 所以报团圈团的股票 不需要太多资金 可以把它给给抱住 同样的科技里面 就是大家 报那个逻辑最清晰的 未来成长最明 成长路径最明显的 那个光伏 因为半导体 咱们也看到 今天有一个高位放量杀跌 那个包括花仁威 包括那个 有好多那个半导体 都是直接砸到跌停 跌停上了 那既然科技的那个半导体 报不了了 那咱们怎么办 只能就是报那个光伏 所以说我觉得 与其说这是一种名牌 不如说这是一种资金的 以资金以最小成本去 把这个团给抱住的一个 一个行为 我觉得这种是 这种这个是非常 有暗藏杀机的一种可能性 就比如说其实前几天 咱们的科技的资金 其实在报团那个半导体 今天出现了高位的闪崩 导致其实这个上午的 那个科技股 其实走得非常难看 就在下午就光伏起来以后 或者新能源 整个新能源起来以后 才稍微有所缓解 所以说 与其说它是一种那个 名牌不如说是一种 资金紧缺的一种表现 所以说投资还是要注意 这些高位抱团股的一个 就是高位震荡 甚至分化 以致那个抱团瓦解的 一个风险 看来整个在市场运行的表面 可能还有一些在年底 由于资金 由于逻辑等等变化的一些 新的可能性 我们也会边走边看 余力今天来了 上次我们已经做过一次节目 跟大家讲到了期权的一些 保险功能 记得 那当时介绍余力是 参与过上证50ETF期权 全程上市筹备工作的 那在上一次 我们用这个保险功能的 这个过程当中 效果怎么样 我们一会儿再复盘 今天要和大家讲的是波动率 就是用波动率来观察 这个市场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 它有先行指标作用 那你能不能先用波动率 观察一下 在当下这个时点上 未来市场会议怎么走 现在就是说 进入12月份以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今年的下半年的话 每个月份的量 都是逐步的萎缩的 你比如说7 8月份的话 还经常看到万亿 那么到了9月份的话 可能只有两三天 超过一万亿 那么到了4季度的话 基本上一万亿就看不大到了 到了12月份的话 平均量都在9000亿以下 那么对应的 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期权市场的指标 叫波动率 波动率 波动率的话 它在目前的这个点位 是在20左右 一会儿我会给大家介绍 就是波动率 在历史上分布 是在几到几 那么这个20现在这个水平 相当于是一个中低区域 这个中低区域 基本上 从现在这个波的角度来看的话 目前这个市场的箱体 是非常牢固的 也就是说 上面那个顶和下面这个底 那么从宗旨的角度来说 就是3200点到3500点 这个箱体是非常牢固的 所以从波的角度来说 我们后续要警惕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会不会在一两天内 或者说两三天内 出现一个明显异常的深波 就波上升 或者我们可以观察 这个波会不会从现在20 一路降到15以下 如果波还是在20左右 18到25之间的话 那么应该说 现在这个箱体 目前从期权市场反映的话 它是牢固的 也就是说 现在你用波动率的观察 结论来看 目前底是航时的 顶目前从波动率角度来看的话 突破也是有难度的 也就是箱体 非常牢固 箱体 箱体非常牢固 用你波动率给出这个结论 那其实陈老师 我们也是想通过 各种各样的一种观察方法 来看看这个市场 有没有这种发现 就是有没有这个价格发现的可能性 刚才也提到了 其实这两天走的是 应该说震荡区间的上演 就固执来说 它是中档吧 中档 中档 对吧 这个中档 三千二到三千 中档的这个位置 五嘛 三千四嘛 中档的中档位置 其实现在大家看到 从上周五跌了一下以后 大家可能对东楚 东藏 乃至跨年行情 打问号的多起来了 就是本来大家手里拿着这个筹码 觉得不便宜 但是有回报 可能有个跨年行情 我能还用更高的一个抛点 但是一跌以后 大家发现说 哎呀 可能我想的 可能市场和我想的不尽完全相同 这个是这样 跨年行情的一般情况下会有 一般情况下 只不过就是有大有小 有早有晚 早一点的话 12月份就开始动了 就12月底就开始动了 晚一点的话 大概会到1月底 开始往上动 然后力量强的话 可以长个三四个月 力量弱一点的话 历年当中有过长一个月的 只不过就是说 我说的意思就是 一般没有特殊的利空情况下 春季躁动 用词叫春季躁动 不是好 春季躁动总归是有 只不过看它发生的时间点 可能会各有不同而已 那么回过头来看现在的情况 我还是认为 就是说现在你特别大的 做空的理由没有 因为你基本面上 并没有明显的做空的理由 那市场上唯一做空的理由 就是获利盘 你只有获利盘高了 才有可能 因为没有基本面的配合 仅仅仅是RG市场的兑现 来把市场打下来 那市场获利盘高的 现在除了爆团股票 恐怕没什么特别大获利盘 只有那些爆团股票 相对来讲位置比较高 刚才我说了 这个指标股 银行地产都回下来了 它也没有很高的获利盘 周期股这两个礼拜 也回下了不少 对吧 获利盘也不是很大 科技股已经趴在地板上半年了 所以医药也是下来了有半年 你说再有很大的获利盘 我觉得也不存在 所以说我觉得 如果除非基本面 出现特别大的变化 比方讲疫苗出故障 疫苗出来最后不成功 国外那些疫苗 最后实验下来 可能效果不理想 那么这叫很大的利空 除此之外的话 现在我也想不到很大的利空 这是这个 只不过就是往上的力度 现在各个可能看法不一 那像现在各个研究所的 策略会不都是开完了吗 那么很多人 大概普遍的观点 也不是把那个市场 看得非常非常高 就是认为会有往上的动作 但是可能不是 不是那种波澜状况的行情 所以你往上的看的高度 你可能会 就是稍微保守一点 或者是不要太乐观就完了 然后结合刚才说的波动率的话 RG市场上的波动率 看啥呢 除了看股价波动以外 就是看成交量 那么成交量的看法就是 当市场现在处在跌 跌的状态就看缩量的速度 量缩的速度很快 没量了就跌不动了 那它那边波动力 这个全账的波动力 一定也会很小 因为没有人玩了 波动力就一定会小 反过来讲 如果往上涨的时候 成交量能够明显的放出 那就会涨得快 然后波动力它也会增加 对吧 那个期权的波动力也会增加 那就像上一次 前两天冲到3450的时候 成交量是明显没有的 那么就意味着 这市场冲不动 我不知道那个3450的时候 那个期权的波动率是多少 我个人猜也不会很高 因为主板上没有量 所以说当就是假设 春季有躁动行情 往上走的时候 那么我们一样 去盯那个成交量放大的速度 放的大OK 冲的高 放的不太大的话 那么可能依然是一个 就是涨一涨跌一跌 涨一涨跌一跌 那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认为 明年的春季躁动应该会有 这个完全没有 我觉得好像 这可能性不是很大 其实这一段时间 大家整体观察市场盘面的话 就觉得 哎呀怎么老是这些东西涨呢 就是涨的东西 面孔总是非常相似 包括刚才提到的 说哎呀白酒天天说 天天涨 都觉得高了 但是它还在涨 像新能源也在涨 就整个刚才我们说的这种 加强状态 就是一些板块的 这种强整横强的状态 在操作上是难度增加了 还是说 就像刚才问许可一样 就是给我们摆成名牌了 但是许可刚才说是暗藏杀机 你同意这个暗藏杀机的说法吗 这个我不知道 我真的没有结论 这是暗藏杀机 还是继续抱团下去 应该说 每次市场没啥方向的时候 都会出现抱团 就好像类似于 那是一副于缺乏热点的原本 对 市场缺乏其他热点 然后那个抱团股就会好一些 就会这样 因为没地儿去了 那大家去去买抱团股 至于说它是否一定存在杀机 我没结论 说实话 我没有结论 因为你现在抱团的 你看到那边 新能源汽车 光伏 它基本面确实很好 然后你说的固执很贵吧 我觉得也不见得 它至少我认为它没有消费贵 那你这两天消费股 不是又拎起来了吗 那这个抱团的消费股 那相对来讲是 是比较贵 它是比较贵一点 但是你说光伏 核心能源汽车都 估值都很贵 这个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而且你要考虑到 明年的这个增长性的话 我觉得不一定 一定是暗藏杀机这种 那当然这个许可分析说 这个可能是 这个 他分析说是 这个可能是年底抱团 然后抱完团了以后就散了 这种肯定是存在 但是我没有 没有足够的把握得 足够的把握得到 这样的一个结论 那许可 如果说现在整个盘面 你觉得不像盘面上 看去的那么清晰 你觉得未来会怎么演变 包括刚才提到的 跨年度行情 春季行情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觉得可以 整个市场 就是现在在 3200到3450 这样的一个波动 其实是一个好的现象 其实我们这个市场 需要一定的那个调理 什么叫调理呢 其实明年退市的股票 肯定会创新高 今天也在退市的这个规则听证 对 然后其实等到这些退市新规出来以后 等到退市已经成为一个常态化的 像IPO一样常态化的话 我相信这些相当于就是 垄断在那个 就盘踞在这些G差股里面的很多资金 会重新出来 重新寻找方向 我相信这些优质资产是他们将来 需要去配置的一个方向 因为毕竟我曾经测算过 当时就是有人问我 这个壳资源的股票能不能炒 我说明年可能大概率 这些壳资源的那些股票的价值会回归 用一个数学模型来解释 就打个比方之前 借壳的概率有30% 如果壳的一个壳的股票 它的那个理论价值是两块钱 如果又借完壳可以炒到20块钱的话 如果在30%的那个借壳可能性的情况下 那壳资源的股票可以到7块3 但是如果说它因为那个IPO的常态化 以及那个退市常态化以后 借壳的可能性从30%跌到5%的话 那壳的公司理论价值会从7块2跌到2块9 所以说我相信明年 大量的壳资源的股票会慢慢地往那个 往那个更低的价格去走 那这里面盘踞在里面的资金会出来 出来以后会寻找新的好的标的 这也许是这些抱团股票 目前还能继续抱下去的一大重要原因 明年跨年行情的这个布局过程当中 就是这种东藏行情当中 你觉得藏什么比较好 我觉得还是藏跟十四五规划 就是比较贴近的新能源汽车以及光伏吧 还有包括这个包括我一直看好的光合胶 也是那个东藏行期的一个主攻目标 毕竟我们科技新国这个大的战略 已经是上升到那种非常高的战略了 应该来说 那其实陈老师 这两天大家观察什么呢 就是说我倒要看看在年底的时候 这个钱资金包括明年的货币政策 包括在证券市场当中 那些政策到底怎么走 就刚才提到了这个退市政策 今天大家也在看 它有这个对三年连续的这个亏损啊等等 有一些硬指标都出来了 大家觉得哎呦 还是真的要动真格的了 这是一个就是今天 可能在市场当中的一个看点 影响市场了吗 应该说在潜移默化的这个理念上会影响 退市政策出来 这个所谓最严厉的退市政策史上 对吧 这个出来就会教导我们少玩掉投机嘛 你去做一些相对的偏价值型的投资 这个我称之为叫做站在投资的角度进取 站在投机的角度出来 啥意思呢 就是在你选择开仓买入的时候 尽可能多的考虑它是否有足够好的投资价值 或者说用一个我们熟悉的话 叫有足够好的安全边际买进去 然后涨的多了 那我也不一定真的要把它当股东来做长期投资 投机的角度获利了解出来 这样的话就会操作起来会相对来讲 这个成功率会高很多 那如果说你一直在里面做投机的话 一不小心碰到一个这个公司造假 重大问题咔嚓一下直接就退掉了 那这个就得不上算了嘛 所以我觉得它更重要的可能是在理念上 会去引导我们这个投资的方向 这个投资的思路就会影响 那当然这些年已经整个这市场 已经是在这个越来越多的 考虑到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市场表现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这个应该说 这个退市制度的出来 是加强了市场的这种投资上的逻辑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我也想多说一句 就是我在想 刚才都在台现在这个抱团的这几个板块 然后刚才我说的是 这个我觉得像新能源和这个叫光伏 它本身的基本面的逻辑还是存在 因为大家对明年的预期 行业预期还是比较好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看 还是可以做 特别是短线相对比较热一点 但如果长一点的话 我在想什么呢 其实我这两天考虑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假设明年有一季度行情 我会把仓位摆在哪里 这是我现在考虑的 不断在 你没动作 只是在思考是吧 我在试探 这个买一点 那个买一点 试探的东西比较多 因为我猜 纯粹猜 我猜一个两个方向概率最高 一个是大家熟悉的周期 现在很多研究报告都是认为中周期 现在周期股回来了 跌回来的周期值不值得买 明年是不是可以走起来 这是一个可以选的方向 另外一个方向 可能我跟很多人不一样 我在看已经跌了半年的科技 就是跌得很惨了 那原先估值都很贵 然后半年跌下来以后 至少都那么贵了 趋向于合理的 那这两个方向当中 我个人猜应该是其中有一个是对的 也许两个都会涨 那么有一个可能会主流 因为这两个完全完全两个不同的理念 涨周期就不应该涨科技 涨科技的意思是成长 对吧 是看成长的 而周期呢是主要是看价格 看这个经济复苏的 复苏需求 复苏需求的 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这两个应该是只有一个会成为主流 那哪个成为主流 我不知道 应该说是在观察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 我在考虑中 我两个都会去试探 试探的介入一点 看看二级商的反应 那么从最近这一周的情况来看 我个人猜 科技的概率高一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就在市场往下跌的过程当中 你会注意到科技 比如讲科技ETF 比方讲创业板 都明显的不跌走强 或者是抗跌 然后呢 今年有一个 一直有一个特征 就是起来的东西 都是趴在地板上开始往上起的 周期是典型的例子 上半年没人看周期 下半年周期飞上天 对不对 那么现在科技股几乎没有人看了 也跌了半年了 那么我在想 下次是不是科技股会起来 就存储个人猜测 这个不保证准确 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现在考虑的问题 好 那刚才我们对短期市场 还有这个跨年行 请做了简单的分析 我们稍事休息 一会儿呢 请余力和大家一起来 关注一下波动率 期权当中的这个波动率 先兆性 怎么来观察市场 是不是对大家 平时这个实战操作有用呢 一会儿我们听听再说 一会儿回来 为什么人人都想捕捉 强势股 答案当然是 启动快 人气足 幅度大 但是把握不到位 却容易追涨杀跌 那么如何找到当下的 强势目标呢 现在扫码领取 强势决金助手 几分钟 没错 也许几分钟 你就能识别 股市中的强势黑马 通过案例总结 公式化的筛选条件 汇总满足强势因素的 关注品种 直接套用轻松交易 这里进场 还是这里进场 好的股票 更需要合适的进场时机 强势决金助手 运用九方科技 通过四种指标共振 寻找进场信号 清晰地罗列了强势股的 进入方式 参与时机 上涨区间强势程度 一看便知 看到这里的朋友 还不上手试试码 领取方式 扫描下方二维码 即可上手使用 王哥 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 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啊 不能一看涨了 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 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 是专门用来捕捉 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 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 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 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嗯 这个资料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就可以领取 关键点位买卖法 我喜欢这种快节奏高效率的生活 老味道 新体验 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 放心一餐 精神一天 好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 接下来我们请出余力 余力 其实上次做过一次关于期权和市场对接的这种观察点的节目 那今天大家就问了上次你提到的是期权的保险功能 保险是加引号的 那今天能不能回顾一下当时你是怎么说的 到目前来看复盘的话是一个什么结果 上次我记得来是11月30号 正好是大金融这个超买状态上引线放量长上引 那么那一天的话呢 就是在节目上提到了这个期权的保险功能 那么其实呢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两张图 这两张图的话呢 分别是上周跌的比较多的两个交易日 一个是12月9号周三 还有一个呢是12月11号的周五 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那个周三的这张图 12月9号的这张 12月9号这张图 那么我们先来看这张图 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期权交易者看的那个盘面图 就是其实和股票是非常相似的 就是我们股票都知道红的代表涨对吧 然后绿的代表跌 那么在期权里边也是一样 你在这个盘面当中看到涨的地方 它是买它是赚钱的 那么你看到它这个绿的地方呢 你买它是亏钱的 对吧 这是个基本的道理 那么这张图12月9号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左半部分 它都是绿色的 这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看涨期权 或者叫认购期权 那么当天是全绿 也就是说是买它是亏的 那么右半部分呢 它是这个认估期权 叫看跌期权 那么你当天如果持有它 那么你是赚钱的 所以12月9号这一天啊 我们这就是300 50 包括金融都跌的比较多 那么300是跌了1.18%左右吧 那么这一天的话呢 认估期权是出现了个普涨 就是说其实期权啊 一个月份里面有多个合约 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解释 我们可以看到它多个合约 全部是涨的 有的涨10% 有的20几 有的接近30 那么这个呢 从这一天来说的话 如果你在11月30号 这个大金融放量长上瘾的那天 你稍微花一点小小的钱 我们叫保险费啊 叫期权费 那么这一天 你买了一点点这个认估期权 持有到上周五的话 12月9号 首先认估就爆发了一次 那么再来看第二张图 就是12月11号上周五 那么回顾上周五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当天是稍微高开一点 然后一路低走 直到两点半才拉回来 那么这天的低走呢 就导致整个认估期权 有涨百分之三十几的 有五十几的 那么同样的道理 这一天 如果你手中持有一定仓位的认估期权 它也就赚钱了 所以我们经常说 期权的保险什么意思呢 就我左手是一个现货多头 右手是一个买认估 那么这样一个一加一等于二 它就好比是一个保险 所以从这个上次来节目 11月30号到现在的两周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认估期权 在几个关键的大跌的交易日 它都是起到部分锁定利润的 这样一个作用了 这个是回顾了 上次讲的这个保险功能的 一些在市场当中的一些对应性 那也有人说 我做了半年效果就不太好 我们一会儿去说说 注意当中的一些问题 就是在史操当中的一些问题 其实现在有人问说 请问看哪个期权来判断指数的走势 看哪个期权来判断指数的走势 怎么回答这些朋友 因为现在的话 国内的金融期权主要是两个指数 一个是50 一个是300 所以你如果看50的期权波动率 那么它就是来判断50的走势的 你看300期权波动率 它就是来判断300标的走势的 所以就你在看什么标的的期权 你就在判断它对应指数的走势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 其实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波动率 对用波动率的先兆性 来判断二级市场 来判断二级市场的一个走势情况 能给大家说说什么是波动率吗 上次讲过 只是一带而过 今天我们特别给大家做一个专门的名词解释 就是我们从做期权交易的人来说 它是很强调一个观察体系的 就我们经常说做股票的人 就看价量比较多一点 或者看一些基本面的因子 那么做期权的话 它基本上是价量波三维一起看的 波是一定要看的 就我们绝对不能把价和量和波 三个东西简单的等同起来 它们之间有一些紧密的关系 但绝对不是高度相关的关系 那么对于我们平时所看的指数 像护纸啊 还有50啊300啊创业版 其实它们叫做价格指数 价格指数它是价出来的 也就是说是通过市值加权出来的一个价 那么价有一个问题的 价什么问题呢 我们经常说左侧交易右侧交易 价往往都是右侧指标 也就是说它只有涨起来了 才会上穿均线 才会MACD金叉 所以说它价一定是涨起来了 你才会知道 哦 涨了 趋势来了 所以它往往就有一个叫滞后性 这是价 那么这个波呢 它是一个在 不管是国内还国外 我们都把它当作是一个先兆性的指标 也就是它是有一个左侧指标的概念在里面 就是看在前面了 那么这个波呢 我们对于普通的这个个人投资者 我们不用去深究它是怎么算的 什么原理都不用懂 我们只需要知道 波它其实就刻画了 咱们期权市场上的交易者 比如说我 比如说一些机构 或者一些其他的散户 我们期权市场上的交易者 通过这个波来反映 我们认为未来会突破 还是相提 就是说这个波反映的是大家的一个 大家的一个共同的预期 预期 它反映的注意 它是一个未来的预期 并不是过去已经沉没历史的东西 对未来的一个判断 都表现在这个波里 如果你看到这个波 波指波动率 它在不断上升 或者它在短期内有一个明显的上升 那么意味着 期权市场的人认为 未来可能要突破了 或者说指数的斜率要走陡了 那如果说波在这个最近 比如说一直是相提的 波在那边横盘 或者波在那边降 那么就表示期权市场的交易者 包括做市商 包括我们 包括一些散户 他认为现在这个相提很牢固 所以它有这么一个先兆性的意义 就是波动率 就我们说的这个波 它是上升 波上升能表明未来对市场 有一个突破性的看法 同时指数有可能斜率走陡峭 那向下的话 向下的话 表明指数的斜率在走平 整个箱体目前 大家认为很牢固 这是就是对 波所反映出来的一个意义 波所反映的升降 所反映的这个意义 那大家问 这个波的值是大好还是小好呢 这个波的话呢 它有一个历史分布值的 也就是说 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其实是 我们做了1400多个交易日的回测出来的 就是我们过去的50和300期权 尤其是50期权 已经经历了1400多个交易日了 也就是说有1400多个波 那么这些东西的数据呢 它是分布在15到35之间的 也就是我们可以有这个概念 以后看波的时候就知道 它90%的交易日都落在15到35之间 特别高的叫高波区 特别低的叫低波区 那么现在就在20左右 现在就在20左右 上征50 上征50 它的波值和上征50宗值 对 一个对比状态 对 那么波呢 如果处于特别低的位置呢 我们要小心 它降下去的概率就变小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有可能在短期深波 那么市场可能会憋一个大行情出来 如果说波在一个很高位的区域 比如说今年7月7号 7月7号今年的波是非常高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那么后来呢 波呢就急剧下降 对应的价格走势呢 就进入了一个箱体了 其实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案例 就是比如说我们用2020年 其实我们可以拿三个 这个今年的突破性行情来举个例子 今年其实这边也带了三个图 第一个图呢是今年的2月3号 就是鼠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我们都知道指数是3000多只个股跌停了 当时这个波是什么情况 当时我们看为什么说 为什么说这个波是有先兆性 因为跌是不是在2月3号跌出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新冠疫情 导致的这个情绪是在2月3号发泄出来的 但是波你会发现在1月20号到1月23号 这三天内已经上了四个点 三天内上了四个点 这个在波里边属于上得多的 而这个时候量可能还没放出来 它也没有放量下跌 先行 它已经先行了 那么这是第一个案例 我们再来看第二张图 第二张图的话呢 是今年3月中下旬的这波下跌 那这个时候下跌 我们知道是美股的四次熔断给我们带来的 等于我们是跟跌了 那么这个当中呢 我们如果从价的角度去判断 应该说是3月13号 因为3月13号的话 价格是跌破所有均线空头排列 很多技术面的人会说这一天就要确认了 但是波的角度呢 在3月6号这一天 就已经单日上升了六个点 一天上了六个点 也就是说比1月份那次还厉害 所以从波的角度 它提前了将近一周 所以当时我们做期权操作的话 看到波有那么明显的上升的话 那么我们在这个现货端就马上加了一些保险 也就是我们说的买估 要防守了 然后第三张图呢 是这个关于今年的7月6号这个行情的 那么它是一个大阳线 那么这一天的话 武林涨了6.8% 300是涨了5.67吧 然后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7月6号是价格走出来了 但是波呢 它早在7月1号到7月3号这三天 其实就涨了大概有六个点 在7月2号到7月3号就涨了四个点 所以说这个也是提前的已经反映出了 就是当时的期权市场的交易者 他觉得未来突破的可能性变大了 所以这三个案例是关于先造性的一个案例 其实今天我们讲了用波来发挥它的这个先造作用 来观察判断未来A股50和上升这个宗旨 它的一个走势情况 给大家举了一个案例 有一位朋友问了说 我都玩两年期权了 但是我不知道在哪看波啊 不知道哪看波动率 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能给他做解答吗 我想现在的话呢 因为各个券商呢 它都有不同的这个软件合作 这个合作对象 那么基本上现在大家普遍用的 比较多的一个软件叫汇点软件 这个做期权的可能都只叫汇点期权 等于是在券商的客户 这个官网上都可以去下载 那么在这个汇点软件上呢 它其实就给你算好了波动率 等于就是说不同的软件 它会在软件上自己帮你算好波 所以你在这个软件上的话 可以去查得到波动率指数 你或者就打波动率指数的 这个手字母也可以 反正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到 它给你算好的波 那么这个每家软件呢 它可能算的波呢 可能会有一些差异的 就是因为每个人的算法 会稍微有点点不同 这个算法不同 不是说它的原则不同 而是说它可能取时间 有的是取分钟级别 有的可能半分钟级别 或者秒级别 所以就是说你会发现有些差异 但是不同软件基本上 它的这个升降性是不会有差异的 比如说你看到软件A 它今天波是深的 那软件B大概率也是深的 所以大家要参考的是这个东西 好的 那刚才有一位朋友也说了 以后短期的波动 会陪大家慢慢地去习惯 有好多这个工具 值得我们去探讨和学习 好的 那我们稍事休息 一会儿呢 我们致敬资本市场30周年的专题 将和大家一起来聚焦 恒电动词 一会儿回来 王哥 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 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啊 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 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是专门用来捕捉 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 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 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嗯 这个资料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就可以领取 关键点位买卖法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炒股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你买卖不定的时候 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 今天送给大家这套智能炒股系统 多空电波 是一款辨别买卖 利于决策的交易系统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 当底部出现红色时 表示空头动能大概率减弱 多头出现积极信号 可以开始关注 股价上涨 在高位区域出现绿色 这是空头预警信号 要懂得规避风险 现在想要了解的朋友 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到手使用了 三千多只股票 都能轻松判断买卖信号 同时配套了强势买点战法 配合多空电波 寻找强势品种发出的启动信号 案例分析 跟盘操作 掌握属于自己的操盘系统 现在扫码领取 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股民 都能轻松上手使用 看准机会 轻松交易 快来领取你的交易利器吧 好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关注 这一时到你的公司与行业 资本市场30周年 我们说30年 暮风至雨 30年春华秋时 30年征容岁月 那今天呢 我们的资本市场 致近30周年特别策划呢 继续和大家来跟随时代成长 来关注未来伟大的公司 那其实许可 今天呢 我们要和你一起来聚焦一家公司 但是在聚焦这家公司之前呢 我想啊 你把挑选到这家公司的理由 先给大家讲一讲 那这样就是我把这个公司的牛股基因 或者它基因与某个伟大公司做一个对比 然后这样大家会比较清楚 那个其实30年资本市场 培许出很多的伟大公司 其中有一家叫美的 美的 就是我们用的电饭宝 包括空调都是好多都是美的或者格力嘛 美的的市值应该来说 这应该100倍 100倍应该是有的 之前它是叫美的电器 后面变成美的集团嘛 然后其实美的它的成长路径也非常非常非常清晰 30年前 当大家去装修的时候 买空调一定是 第一个是买日本的 冬之或者日立 只有就是当就是就是囊中羞涩的时候 才会去买那个美的或者格力的空调 但是到如今 大家如果去装修的话 首选的是美的或者格力 包括这个小家店白店都是都是美的 也就是说在美的的里面其实有一个是 第一就是需求的爆发 30年之前 因为我30年之前 大家都住在小格子 格子就是那个就是弄堂里 现在大家都基本上好多都是有一套房 甚至两套房 那每一套房都有它的那个 都有它相应的装修和那个空调以及那个家电 这就是说相当于需求的一个爆发 第二个就是美的 美的做最好的是什么 就是国产替代 也就是说质量做的比对标的那个冬之和日立要更好 现在应该来说在白色家电里面 冬之和日立已经跟美的已经不能相提并论了 也就是它的应用伴随着时代需求的成长 第二它是国产替代 替代 是的 那这家洛标公司是哪一家呢 这家就叫我们的恒天东瓷 恒天东瓷它其实对标公司 其实是日本的一家辞业公司叫TDK 恒天东瓷如果说咱们 也就是说你觉得用美的这个逻辑找到了恒天东瓷 恒天东瓷对 第一就是它的那个需求端的爆发 我们看一下恒天东瓷这几大那个业务板块 第一个是它的那个主体叫磁材 就是铁养磁体 第二块是它光伏 从那个年报上来看 磁体大概占那个主营收入在50%左右 光伏在40%左右 还有两块是比较就是有潜力的 但是目前是处于第二梯队的那个业务 第一块 一块是叫那个 就是那个手机的震动气件 第二个就是这个小的叫锂电池 这四块这四块业务应该来说 目前处于是非常好的一个赛道 因为我们刚刚那个十四五的那个规划中 我们把那个新能源 以及那个新基建都提到非常高的那个位置 我们知道新能源汽车也好 这些新基建的那个就是那个5G的天线也好 它都多多少都要用到那个磁材 所以说它磁材未来的那个需求是能够保证的 然后第二块它的光伏 应该来说光伏目前我们 我们一直在讨论嘛 这个光伏的赛道非常非常不错 未来的增长也是应该来说是非常确定的 虽然它目前的光伏那个产能只有4G瓦 相对于这个龙机来说 只有大概它的十分之一体量 但是我相信随着这个整体 整个全球的对于这个新能源的需求 在不断的增加的时候 它的未来的那个产能也会逐渐释放 第三块是它的那个手机振动器件 虽然这一块业务对它的整体的体量来说不是很大 但是它已经占到整个世界的那个手机振动器件的20%上分额了 也就是说是一个小而美的那个业务 第四块就是它的那个锂电池 虽然它的锂电池不是用在 它不是用在新能源汽车上 因为它曾经是做那个新能源汽车电池 一开始是做新能源汽车电池的 但是由于一些补贴以及一些回款的原因 转做这个小动力电池 什么叫小动力电池呢 就比如说手动工具 手动牙刷里面的这个锂电池 就包括现在我们知道就是上海 好多的上海市民都是骑着那个驻动车出行的 现在驻动车的那个它的那个动力源 要从那个千酸电池通通改为那个三维里电池 所以说在这一块的未来的那个增量也是能够确定 所以说在这层 所以说那个横电东磁未来的那个业绩增长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好的政策 好的赛道上应该来说是没有很多的问题 然后再看咱们这个 就是我再把它与那个TDK的发展做一下对比 TDK应该来说是在日本也是一家非常有名的那个上市公司 目前的那个市值在800亿到1000亿人民币左右 当时其实TDK的那个发展历程与那个横电东磁非常类似 它是1935年在日本成立 在60年代到80年代就是日本 当时日本非常发达的两块业务 就是一块是所谓的是像Walkman这样的就是电子产品 第二块就是当时日本的那个电脑产业 包括半导体产业是比较发达的 所以说TDK就借助这个东风推出两个全头产品 一个是磁带 一个就是当时我们那个在个人电脑上用的三天五寸 三天五寸那个软盘 软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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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趁着这两股东风 TDK将它的那个磁材业务顺利的发展 向下游发展 向高毛利的那个磁带和高毛利的那个软盘发展 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恒天东磁 趁着这个新基建以及新能源汽车的那个 那个应该来说是未来发展好的发展 也能够像比如说振动马达 比如说像那个无线 那个新能源汽车无线充电 慢慢拓展 所以说我认为 目前这个恒天东磁的市值在200亿人民币左右 与TDK的800亿到1000亿人民币的市值 还有一定的那个想象空间 而且必须要承认是什么呢 恒天东磁从那个磁材的那个出货量上来说 已经达到世界第一 它已经是做大 无非就是将来如果说它能够再做强 再能够往那个高毛利的一些 精细化的那些产品能够拓展的话 相信依托我们这个资本市场 依托我们未来那个 我们国家良好的发展的一个局面 能够赶超TDK 应该来说并不是一个梦想 那奉献点也告诉大家了 研发投入目前是5% 可能产品多元化程度没有TDK高 国际竞争力还需要继续加强 这是刚才所提到的 其实刚才有不少朋友也在互动说 国内80%的汽车电机 磁材都是恒电东磁供货的 其实我们说恒电东磁 它是磁性材料当中的龙头企业 那今天我们来聚焦这家公司 并不是推荐股票 我们是在致敬资本市场 30周年的这个征程上 我们来回顾过往的伟大公司 我们用同样的逻辑 用展望未来的眼光来寻找未来牛股的基因 我们最近这个工作一直会持续地做到这个年底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致敬资本市场 30周年的特别策划 当然了 你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 同时也可以发送给我们 以便在我们的特别节目里 给大家做更多的修正和提高 好了 稍事休息 一会儿回来 我们明日市场前瞻 加值一算 今日要 一开会 今日一开盘 我要动啊 那六成的股神还是要靠学习的精神 臭我了 九方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博士千万家 有博才有家 博士家 不要相信他们 多一点鼓劲 提醒生病人 用力去逃 我 方范非法集资 需要我们每个人尽忠尝鸣 我们每个人尽忠尝鸣 帮助我们每个人尽忠尽 我们每个人尽忠尽 老凤翔 立即拨打电话 5888-2228 5888-2228 锁定装修名额吧 吉家庆庄五大生活馆 五店齐镜 一线建材十大升级 欧派诺门 欧瑞宇邦高端橱柜 龙森石木地板等十大建材 全部免费升级 品质鼓舞十大升级 设计份 仓储费报警费通通免掉 装修前全无体检 免费粮房 装修后隐蔽工厂 五年制房 终身维护 立即拨打电话 5888-2228 5888-2228 年前锁定优惠 年后即可想优先开工 他们与新中国资本市场同龄 他们与中国证券市场一同成长 我是90年出生的 也是和新中国资本市场同岁 2014年 那时候只要是故事讲得好 国家就能涨 但是之后随着互港通的开通 价值投资开始成为市场的主流 作为一个90后 我是2010年 第一次接触咱们的这个证券市场 2010年两龙育额的一个开通的话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 现在大家对于两龙育额 这样的一个杠杆的使用 日渐的这个理性化了 其实证券市场跟我正好 是一个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 2015年这一年的话 其实是一个大牛和大熊的 这样一个市场 那么也是证券从业这段时间 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风险教育 2020年12月17日18日 第一财经今日股市特别呈现 30年30市 新中国证券市场成立30周年特别节目 敬请期待 好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段的公私与行业 有不少朋友在问 有人问刚才我们提到的期权问题 有人问余利 说刚才看到你说这个波 在一天当中上涨了五个点六个点 是大幅上涨 但是为什么看到同样是波在上涨 但是对应的A股市场 却有的是上涨了 有的是下跌了 这是为什么 波的话呢 刚才我们解释过了 它就是在很短的交易里边 出现一个异常上涨的话呢 它会有突破 但这个突破 它可能是往上突破或往下突破 那么这个往上突破和往下突破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结合着价去看了 比如说像七月初的时候 它是处于一个多头排列的初期 那么这个时候 你结合波去看 它异常上升了 那么再结合价去看的话 顺势而为的角度 你大概就可以判断是往上突破 那么你放到今年的这个 顺势而为 就是这张图 我们请导播切一下这张 就是七月份的这张图 七月六号这张图 对 就这张图 对 这张图的话呢 那个K线呢 是上涨宗旨 然后那个蓝色的折线呢 它是波纸 那么可以看到 其实那个时候 K线是在往上走 那么这个地方呢 当时是正好在三千点附近 那么这个时候 波又出现了一个异常的上升 所以两个东西结合着看 你大概判断出 接下来市场预期的突破 是往上的 所以波的上升 它是表示会突破 它是一个 不是一个方向上的判断 是一个幅度上的判断 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顺势而为的状态之下 和变盘前后的 这个市场判断 就是我们结合价和波去看 是看方向 你看波本身 是看突破还是箱体 这样的逻辑 好的 谢谢 谢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 明晚我们再来看看 市场的波动情况 双循环背景下 构建发展新格局 当务之急是什么 我和消费 投资 和进出口良性循环中 拖出的耿主现象 有什么耿主就解决什么耿主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的有效抓手在哪里 打造双循环自贸区的战略 它是一个能够千亿发而动 全身的突破口 在本期的第一财经 中国经济论坛里 国务院及上海市政府参事经济学家 将共化立足大循环 促进双循环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话题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燕生 我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我是杨建荣 本周六22点50 敬请关注 数字金融时代 财富管理普惠时代已经到来 财富管理机构 如何进一步拓展价值的内涵 希望这些资金 能够进入到实体 服务实体经济 把优秀企业赚到的钱 我们能够让投资者 也能赚到手里 这就形成了正向循环 第一声音 上海银行会客厅 展望财富管理新时代 12月20日17点25分 敬请关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大家好 我是张瑶 上周给大家分享的龙虎决心战法 相信很多朋友们已经领取到了 并且应用到实际操作中了 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也非常有成就感 今天我就把这套实际中 经常会用到的龙虎决心战法 继续分享给大家 之前错过的朋友们 就不要再犹豫了 现在就扫描屏幕二维码来领取 龙虎决心战法 是张瑶老师二十多年股市经验总结得出 专门教大家通过龙虎榜数据 判断游资大佬的操作风格和特点 从而快速筛选出可能具备上涨潜力的标底 有没有帮助 扫描二维码试一试就知道 目前市场热点轮换较快 只有跟上主力资金才是王道 现在就扫描二维码 不仅教您通过龙虎榜挖掘热门板块 还有大量实战案例 以及老牌游资操作风格解析 满满的技术精华 赶紧扫码领取吧 米兰斯沙发 采用美国李恩牌伸缩合金奖 品质十年保证 米兰斯沙发 创奖零靠墙距离 给您增加空间 米兰斯沙发 采用进口牛皮 匠心品质 舒适 环保 米兰斯沙发 华而不贵 做老百姓买得起的好沙发 米兰斯直跟上海 创于1999年 上海人做出来的品牌 人生从来不会是坦途 成功就要尽享欢畅 精选高原黑马咖与小高粱 独特的琥珀色泽 柔和滋眠的口感 萌点黑马咖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A股分化 护质微跌 汽车股卷土重来 医保谈判第二天 医药股逆势大涨 中国资本市场30年 第一财经特别报道 资本力量 信息透明 构筑市场生命线 资本力量爆发 强大生命力 民间投资年内首次转正 统计局表示 四季度经济有望 比三季度继续加快 美国国会将就缩水板 财政司机计划继续谈判 疫苗开始全国分发 美股盘前涨跌不移 各位好 欢迎收看财经夜行线 我是黄伟 在上海为您直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